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苗栗现43岁的廖姓男子,前日搭乘火车到竹南火车站,出站时于检票口一留下一个黑色盒子,站物圆打开盒子要找寻师主持,警战离头发现毒品,立即通报警方,正好廖南折回要取回一失误,一见到警方在场立即转身就跑,警方立即追出,正好碰上刚运动完返回的远景, 三人合力为补,将廖南逮捕,依毒品最嫌疑送苗栗地检署侦办,警方表示,前日包晚,廖南搭着火车要返回竹南过节,到站要出检票口时,一时找不到车票,虽将随身背包内的物品质放在检票口,四处翻找才找到车票顺利出站,但背包内的黑色盒子却遗留在检票口,忘记带走, 战务员为联络施主打开盒子,竟在里面发现七五公克海洛因及七公克安肥他命, 战务员立即通报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竹南派出所,警员蓝齿云,荒服成立即到检票口,正好廖南也发现已失毒品, 折返要取回,但一见到警方在场立即掉头拔腿狂奔,警方击警立即追上,警匪追逐狂奔五百公尺, 正好刚运动完的警员林重胜也经过,立即加入微捕,顺利逮到廖南,廖南也坦诚持有毒品, 迅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最嫌疑送苗栗地间侦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